我们的行李从通州物流园拉过来了 装了满满一斤杯车 一共25个箱子 我跟大伟上来的时候 我们俩烧了一些清晨的东西 小箱子还有电脑的铲湿器主机 太重的东西还真搬不了 得交给专业人士 爬五楼真太累了 哎呀 这个工人上个楼都特别累 电机搬着箱子了 我后面已经开始吃了 两趟了 广长就喘得不得了 还有这么多箱子 我把这个清点的箱子上去 感觉这个花太不容易了 太辛苦了 我把那个小的箱子搬上去 搬了有一半了 这么多了 已经搬了 还差没几个箱子了 对 不着急 哎呀 没事没事 还剩了那么四五个箱子 是一共六百块钱 包车 包这个搬上楼 虽然是我们俩可以当甩手转柜不用搬 但是现在大夏天的 这些箱子有的也挺大的 看那两个师傅 刚上来一趟就满身实汗 还是不忍心 然后我们呢 就是把这个 比较小一点的 重量不是太重的箱子 我跟大伟也帮着搬了几趟 就是一起搬上来的 感觉 那个 这个搬运啊 装协工这种工种 确实是 赚的辛苦钱 太不容易了 那个 就是像这种大的箱子 就是抱在怀里啊 还不好上来 是拿一个背带 背在那个后背上 背上来的 像这小点的 是我跟大伟包上来的 我在平台上 给他们给了一个大大的好评 太不容易了 他们 之前是在西安 收拾屋里 打包行李 装箱子的时候发愁 现在 把这些箱子 都摆在客厅里 要拆箱子了 感觉也挺发愁的 估计还是得照着一个星期收拾 这个 感觉搬一趟家 尤其是跨省搬家 你得外外 要收拾半个多月 感觉太难了 现在开始开干 我们准备把上面写着厨具 里面装厨具的那些箱子 先拆给先收拾 先把厨房收拾利落 过一两天就得开火做饭了 要不然每天两顿饭 还得上外面吃点 感觉也特别不方便 对啊 明以示威牵嘛 先得能做饭在家里 我们先把被褥拿出来 把床铺好了 果果就躺床上歇着了 小果你装的还挺好的呀 你还没睡着呢 还没睡 他就躺床上休息呢 你先睡吧 咱们俩再把外面那个箱子 再拆两个 要不客厅没有走路的地方 看看我们 我们刚才拆了一半箱子 大概拆了七八个 不到一半的三分之一 然后把那个衣服掏出来 摆了一沙发 这边服务房的那个小家电 还有锅什么的 一掏出来摆了一片 这明天可得好好收拾收拾 这边还有呢 你看咱们的服务房的东西 灯灯和那小阳台 在这儿 这儿还有一片 太乱了 这个是一个大工程 得照着五六天慢慢收拾 对